我想问几个问题 首先你为什么没有做短视频号 因为是这样 我本来就是后考电影学院 在之前我有过一段的 影视行业的工作经历 我想提高一下自己的自身的 补充一下大脑的知识 对 所以就没有去做这个短视频号 我们如何判断你的水平 如何我们判断的唯一标准就是市场 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你知道 而这个东西根本不难 现在林门坎做短视频 而且有大量的电影从业者 在做短视频 而且做得非常优秀 你为什么不是其中的一员呢 他为什么必须要是其中的一员呢 因为我们企业只能 我们企业就要为这个东西付钱的呀 所以你是商人呢 他是在做艺术创作的 那这不是一个求职面试吗 为什么人家导演的视频叫做短视频号 为什么要问我 为啥不看抖音 我就不爱看抖音 我就不看抖音 超激动我觉得在大学读的期间 尤其他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吧 时间都花在专业学习上 再去实践也没毛病吧 这个不冲突 我个人觉得从曹总刚才对他的评价来说 他不是没有展示他的专业水平 因为他的视频作品 包括他的即兴表演 已经展示出在这个专业领域当中 他的水平 当然了可能他不匹配你的需求 但不代表他没有能力 这是一个逻辑 他一定是有市场价值的 雅云 正好啪啪跟你马上打脸 他刚开始第一个短视频作品 你说过你上传到了短视频平台上 只有很少的点赞对不对 对 就那个水平来说的话 你让我给你开多少钱薪水 我倒觉得那个作品不代表他的水平 那个作品他根本就没有用心 这是个面试平台 你拿出来的作品 当然是你最好的作品了 潮汐总 潮汐总 我听了 你拿了一个烂作品 让我们给你开很高的薪水 我觉得潮总有点吃毛求辞了 谁能保证每一个面试单 你怎么觉得那是一个烂作品呢 我们只按市场的评价 市场就十几个点赞 那你错了 在艺术的领域除了市场之外 还有荣誉这一项 对不起 我们不能靠荣誉给他钱 因为我们也要拿着你的作品 去市场去检验的 因为得了奖的片子 依然可以换回市场 好 陈一峰 我听你给薪水 好不好 而且你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 合理的薪水 好吗 没问题 能说服得了我 你就是拿他第一个 短视频作品给薪水 好吗 为什么 而且你面试的时候 我拿一个最烂的作品 他不拿第一个 但是他可以拿他后面的表现 谁说面试 只拿那个最差的表现 当做评判他的点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用人有没有市场 取决于市场给不给岗位 如果给岗位 符合市场规律 说明他有价值啊 不代表六人油不给 他就没价值 我感受了他的互动 感受了亲身 感受了他的演技 第二呢就是 我看了他的第二个短片 第二个短片里 非常典型的表演型导演 所以我觉得 还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第三 他的简历写得清清楚楚 入围了一个国际 微电影节 请问 这难道不是最好的佐证吗 我没有去反驳 我也没有去回答什么 就是 他说他的 做我的 就是每个人的想法和思维 都是不同的 在这个世界上 你要做好你自己 OK了 置于别人时刻 接受你那个咖的事 作为曹总 他根本就不应该 面试一个导演 他没有资格去面试一个导演 难怪他没有办法当艺术家 他只能当商人 他拿市场办的 艺术有的时候 市场没有声音 但不代表 这不是一个好的艺术作品 好了 给港吧 既然这样的话 给港吧 我们就来看最后的结果吧 好 现在还剩下三盏灯 潮汐 杜远志和陈一峰 接下来请他们三位 再次确认自己的选择 成功进入到最后环节 谈前不伤感情 我们下期再见